我們今年通過HRCCP的土耐廠認證 我們著重於就是它在場內所制定的 食品安全衛生或者是說 我們針對我們來源入場的藥物材料管控 跟我們一些人員教育訓練的部分 我們都在我們人道屠宅跟議令跟分釋 這都不是HRCCP委員一定 固定的流程 固定的規定 它要經過五個關卡 想要一段時間到農那個 到房間值 要二十個個特殊 一般最統計 是不是要開拓外銷市場 將來要變成要做貼禮品 對貼禮品 生鮮的一般都是台灣 把最好的地方給我們台灣人家 我們非常恭喜 也覺得何榮毅他一直是作為一個 我們養豬業一貫廠裡面的典範 不管他通過CAS 或者是ISO22 還有現在的HACCP 我想這都是食品安全跟品質管控裡面 非常重要裡面的一環 那它的重要性在於 它事實上都是世界所認可上的標準 我覺得它非常不簡單 它是中南部裡面唯一目前是一場 通過這樣的一個檢驗的一貫廠 鼓勵跟感謝他長期來願意這樣的投資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裡面的所有的設備 還有所有人員的訓練 包括所有的檢驗要超過300多項 這是一個非常繁重 而且非常緊密的工作 如果沒有這樣緊密的檢查 甚至有這樣的堅持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做到的 所以我們雲林縣的肉品獨裁場 我們也正在整個在規劃當中 我們也希望能夠取得HACCP 因為目前能夠一條龍一條邊的 從飼養到毒枕 到整個分界加工 大概我們雲林縣 大概不會沒有到10家 他們都有他們的品牌 那我們這小豬農 透過我們雲林縣肉品市場的一個協助 我們也成立雲響豬這個品牌 所以我想我們最重要 要打出讓所有的全國的消費者 包括國際的這些國家 都能夠認同雲林縣這個養豬大線 我們要打出我們的品牌